好的 那前面呢 我们通过那个转框这么一个函数的形式 使得我们可以用线性回归去处理曲线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不禁要问啊 就是说我们还能不能进一步处理 使得我们这个方程啊 可以处理一些分类问题呢 哎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转框 使得分类变量的零和一 假如我们现在假定是二分类啊 多分类其实也是差不多 就是说使得我们分类变量零和一 转框成一个可用的一个形式 那哎 二分类的预测变量 从分类变量转框为一个连续变量 哎 哎 有什么办法可以转框呢 那事实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是什么 概率 就是说二分类事件Y的期望值所发生的概率啊 那事实上他就是一个连续型的一个东西 那我能不能把事件发生与否转化成这个事件所发生的概率呢 答案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 好 应该是有两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通常来说啊 我们方程里面 他的那个职域啊 通常都是父无从正文从 因为对于一个限性回归方程来说 假如我们不限定他的那个取值域 那他事实上他的职域啊 是父无从到正无从啊 对于一个简单性性回归 但是我们的概率值是怎么样 我们的概率值是多少 是零和一啊 我们概率是零和一 哎 首先第一个问题 哎 职域不一样 首先所以我们的满足他的话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职域能走一个很好的转换 就是说我们只导找到一个变化形式 G1培吧 G1培 呃 G 呃 GS 呃 使得我们原有的职域 从父无从正无从转化到零和一 那另外一点是什么样 另外一点是说 通常啊 事件发生的概率啊 并不是一个直线形的一个趋势的 它通常是一个曲线形式的 哎 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啊 就说 呃 我选一下 啊 我 我们以买房为例 就说假如一个城市里面 呃 一个城市里面 买房 呃 我们要断定一个人买房的概率 就说 假如我们的自边是什么 自边是收入啊 我们S是什么 S是收入 Y是预测这人买房与否啊 买房与否 那事实上来说 当一个人收入 比较低的时候啊 收入比较低 呃 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 他买房的概率很低 但是在他很 在他收入一直很低的时候 事实上 我增加一点 事实上对他概率是没有影响的 就说 或者是说影响不大 只有说我们收入达到一定的情况下 哎 达到一定情况下 他才会在某一个点 聚增 就说 只有我们收入达到一定的层次 我们才会买房的概率比较大 不然的话 假如我一个月赚100块 现在有100块 放了两倍 赚200块 那事实上 我买房的可能性还是很少的 假如你现在情况来说 哎 这个问题好扎心啊 啊 但是呢 当这个概率垂着我们收入 慢慢慢慢增大之后 当 我假如我的收入啊 去到一定幅度 就说 假如我的收入 从原本的这个 呃 月收入 从这个10万 啊 不要说10万 就100万 假如100万 我都没有买房 那事实上 我可能涨到105万 我可能都不会买房 甚至涨到200万 都不会买房 因为我早已经过 那个 呃 要买房 那个点啊 就是说 我需要买房 事实上 我不需要赚这么多 可能我月收入 一两万 我就可以买房 但是我到100万 我都没买房 那就可能是因为 其他因素 所导致我不买房 那所以 在我收入 再继续增加的情况下 我买房的可能性 也不会太多 那所以 其实魁国同样就说 我们要找到 这个转换函数 它还有一个特点 它还是一个非取 呃 它还是一个 非直线的一个形式 同时呢 在接近某一个直的时候 它应该聚增 而在年头 它应该短 它应该符合 这么一个规律 那基于这个规律啊 我们 哎 很 运气非常好 就找到这么一个曲线 就我去分布这个曲线 啊 那在具体这一项 我去分布这个曲线之前啊 我们魁国同样 再介绍一个东西 就说我们事实上 后面事实上是用 我去分布行 我去分布函数 哎 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 这个函数有非常好的性质啊 啊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再说到这个函数之前 还有一点知识 需要介绍一下 就说 我们刚刚说啊 就说 我们现在把事实上发生与否 一和零 转化成求什么 求这个事实上发生的一个概率 OK 那所以我们求的目标就是这个 当给定一个数据样本的时候 我们求它发生的概率 通常呢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预值 就说这个预值啊 假如没有任何鲜艳条件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把它设为0.5 就说 当我们求出这个概率啊 我们这个发生的概率 它大于等于0.50 我就因为这个事件发生 也就是y等于1 当这概率小于0.50 小于0.50 我们就因为概率这个y 是等于0 那当然了 这概率是可以调整的 就啊 不好意思 这个预值是可以调整的 就说 假如我想 我预测的这个1想多一点 那事实上 我可以把这个 0.5 减低 可能是 哎 假如这个 P啊 大于0.4 我就把它预测成1 这都是OK的 就是说 我们在没有任何鲜艳条件情况下 我们一般会把它设成0.5 OK 好 刚刚所说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个很好的函数 这就是logic函数 事实上也有其他函数 应该肯定会有其他函数 满足这个性质 但是 这个函数的这个性质非常好 logic函数啊 呃 我讲说性质非常好 就说 你看一下 0和1 值域 完全符合 然后还是个对称的函数 然后的话 符合我们刚所说的一个曲线形式 然后在脸边极端值的时候 它的增加速度都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中间值的时候 它会有个突变 非常符合我们对概率 就是说 对这么一个七万函数一个认知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哎 我们就不如用这个logic函数进行这么一个替换 哎 怎么替换 就说 我们假定一个事件发生了概率 py的es 然后我们原本是y什么等于 y等于 1加1的 负s 就是logic函数 那同样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 呃 可能是一个多元函数 我们现在就不讨论说一元的这个情况 假如我们假定 我们现在这边都是多个 那所以 形式就会变成1加1的 负的α加βs 次方分之一 这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 呃 logic函数 logic的形式啊 那同样的 哎 有个负号 我看起来不太舒服 不太舒服怎么办 上下同层 1的α加βt的s次方 啊 上下同层 所以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形式 那同样的 我们求出 事件发生的概率 那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我们是不是很 也能求出来怎么办 不就是1减p y等于 1的 s的条件下 y等于1的这么一个概率吗 哎 就是得这个 1减 哎 得出这么一个值 OK 那事实上 看这个东西啊 我们看起来很别扭啊 这 这还不是一个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不是一个线性的形式啊 看起来很不舒服 发现没有 那怎么办 哎 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它一除 发现没有 y除以1减y 等于多少 1的alpha加betats吃饭 再怎么样 取一个对数 linger的y除以1减y 就等于什么 alpha加上betat的s次方 哎 哎哎哎 我们就得到我们想要东西了 右手边是不是很熟悉 一个线性的一个函数 左手边是什么东西 哎 我们说啊 y是事件发生的概率 1减y什么 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就是说 事件发生和不发生的概率之比 取对数 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什么 线性函数 那呃怎么样求解这个方程呢 那事实上的话 我们刚刚所说啊 p的y的1的s次方 这么一个函数形式 就是说我们为了表达简洁啊 我们就把它做我们一个替换 就是说把它呃 作为一个常数线 就把常数线放到这里面啊 就我们不要单独把常数线拉出来 就写成了这么一个形式 那呃为了统一下 因为假如我们在公司上 y的1 y的0 就说一个事件发生不发生 写起来有点麻烦 我们可以统一把它表示成这个形式 哎 这个形式什么意思 当我们的y等于1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这边 哎 这边是不是去掉了 只剩下这一边 只剩下这一边 当y等于0的时候 这一边是不是没有了 只剩下这一边 这一边 哎 假如等于0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得1 哎 也去掉了 假如等于1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 这个其实也可以去掉 只剩下这个部分 那所以呢 我们就利用这么一个公式 就可以把py等于sgs的情 s条件情况下 发生的概率 和s情况下 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统一表达成这一个形式 哎 这是什么 这是个概率值 那我们可以怎么办 利用极大四扬估计 对参数求解 就是说我们的想要求 我们要 我们为了得到我们的求解 怎么样 要让我们的四扬函数取得最大值 那当然了 关于极大四扬估计这个部分 就不是这一简要逐简的内容 大家假如对这部分感兴趣 可以上号 冰老师公众号 有一篇专门的文章 介绍怎么样通俗的理解 极大四扬估计 好的 那通过对这个行 四扬函数对大化求解 我们就得到对这一个系数的一个估计值 那通常来说呢 求解这个过程啊 其实计算机 我们工具求解一般不会这么粗 一般还是会比较粗暴一点 就说可能会用T2下降法 或者是牛顿法进行这么一个求解工作 当我们求出这一个参数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入到我们的模型里面 求得我们的logic回归模型 好的 好的 OK 那关于logic的原理的基本介绍 咱们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实操操作 好的 大家现在可以打开SPS的model了 我们现在呃 大家可以找到随书附送的这么一个例子 第七章 logic回归 OK 那同样的我们得 我们使用这个ECL原节点 读取这个数据 那我们数据什么样啊 呃 这里用的是个人收入水平调查分析 呃 这份数据是我们通过 嗯 没选中啊 选中 我们看一下这份数据 那这份数据啊 是说通过对一个人他的基本信息 就好像说 他的年龄啊 售价于时间啊 性别啊 呃 最近的呃 资产竞争 资产流失 以及一周的工作时间 来判定他的收入 究竟是小于等于50k 还是大于50k啊 OK啊 50k还不少啊 这个这个例子的样本都是比较富啊 OK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诶 养成好习惯 借用类型节点 对数据进行实力化 那我们在这里呢 没有进入 诶 可能我最近开的东西会比较多啊 哦 这个数据也不少 所以有点慢 最近 开东西比较多 OK 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一个人的收入水平 诶 我们一个典型的一个分配问题 就说把收入水平设成我们的目标 OK 我们怎么样建议过军事模型啊 怎么样建议过军事模型 我们找到这么一个军事节点 就说在建模节点里面 找到这个军事节点 军事节点 然后呢 我们就打开这个节点 OK 那 呃 其实 选线大同小异啊 呃 我们 分区数据前面介绍过啊 每个分割建格模型介绍过啊 那 这里多线是 二线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应变量Y究竟是是标记之断 就说它只是一个一铃 T 出而负是两分类的就选择二线是多分类呢 就选择多线是那我们这也是属于二分类 我们就选择二线是那方法呢 有三个方法分别是进入法 进入法就是说把全部支援面都输入到模型里面 那事实上后面的线前布进法和后退布进法都是逐步回归方法 线前布进法就是说我们在回归信息里面所介绍的这么一个逐步回归法 那后退布进法事实上它就反了过来 就说一开始先建立一个全模型 然后的话 呃 逐步剔除 只是说在剔除之后还会检查所剔除掉的这些变量能不能再进入到模型里面 这是等于就是现情现前布进法的一个先访啊 那在这里我们选择什么现前布进法 有个分类输入 就说呃在这个例子里面啊 大家再看一下事实上我们有些字段是属于分类的 字边也是属于分类的 发现没有 就说我们的性别 我们也是属于一个分类字段 那对分类字段的话 因为它不是连续型的 它不能直接这么处理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呃设成一个雅边链那当然假如我们不设置的话 摩托也会自动会把它设置的了 所以这里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OK 我们选择二线时之后呢 我们选择啊 这里还有一个在等式当中是否包含残链 那在在这里我们肯定是包含残链了 然后选择运行模型 OK那个我们运呃很快是上模型就会出来了 然后的话再生成这模型快的时候呢 我们等一下就双击打开这么一个节点 OK那同样的呃高级里面我们看一下怎么看这个结果啊 首先呢呃是这个第一个就说这个样本数量有没有加全 OK然后呢我们的因变链的呃我们因变链的这个编码 因为我们不能是直接拿小于等于50k进入进到里面 所以需要递他进行个编码 那在model里面他把我们的这个因变链小于等于50k 编码为0就y等于0大于50k就y等于1 那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类别啊 呃因为还记得刚刚说吗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性别这个变链啊 不是一个连续型的变链 所以他也会有个编码 就说呃女性是把它变成1 男性是变成0啊 这要记住啊 然后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因变链的这个类别分类 其中呢有75.9%是属于小于等于50k的 只有24.1%是大于呃大于这个50k的啊 这是然后这是空模型的一个检验结果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呃空位调 然后这是我们有的变链 就是说在正式建模之前 我们还有这些变链没有加入到模型里面 那当然我们还没还没建模嘛 是不是第一步还没把变链纳入进去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事实上是呃告诉我们呃 logistic模型的在这里一共精英了六部建立了最终的模型 然后的话这里相当于我们在回归分析里面的这个方程的 整个方程的显著性检验那他用的是呃 那他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批值是小于0.05了那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说拒绝员假设认为方程整体显著 然后呢在logistic当中嘛 我们这个方程显著性检验我们是用的是呃 model用的是四样笔检验大家这要注意 ok然后方程总体是显著的 然后呃我们按顺序来吧 就不不需要按那个过程 接下来呢是那个呃模型的总结镜主要是相关系数决定系数啊 在呃 logistic回归方程里面他并不是说用我们之前的那个决定系数 那他事实上他会有自己的这么一个决定系数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看到呢呃这一个mr的一个square的是到0.41 看上去并不是很高啊 但事实上的话其实对于一个呃 呃logistic回归方程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其实呃还算过得去 只能说还算过得去 因为它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模型 他一般来说我们中logistic呃效果都这个啊 这个啊方都不会太大 这个倒是大家要注意的 ok然后的话这是我们每一次的分类结果 因为其实他不像我们做回归分析 就说我们可以诶快一个表啊快一快一条线 比对一下这两个线差多远 那对于这么一个分类的一个分析啊 我们通常会用什么捆销矩阵 那这里的话会呃依次介绍我们每一步捆销矩阵的这么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说哎怎么看 就说呃这里 竖的是预测值 横的是什么真实值 就说我们呃小于等于50k的一共有大概是有多少的看一下 呃有的是247207841247207841就是说有两万大概两万四千多的小于等于50k的 然后其中预测对了是多少 百分之九十四点六百分之九十四点六 然后有七千多大于50k的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三预测中了 然后呢总体的准确率是百分之八十二点三 哎百分之八十二点三 那当然了 整体效果还是不错 看那个总体预测值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是说哎大于50k的只有百分之就说假 因为事实上来说我们通常会对这些类别会更加care更加关系呢 就是说呃哪些人他的收入是大于这个50k 然后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百分之四十三点三 但事实上其实已经比原始有很大的提升 因为大家发现没有 事实上他是这是一个类别不太平衡的一个分析问题 就是说其中的而我们通常把这个样本叫做什么 不平衡样本 就是说这类的样本在总体里面占的限度来说比较低 那为什么浩平老师说只有百分之四十三点三 效果也算是过得去呢 大家发现没有 假如我们要预测大于50k的类别 在原始数据来说 假如我们采用随机猜测的方式 我们证券率是多少 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随机猜测的结果实上就是他所占了一些比例的结果 我们证券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一 那我们看到这里来 就是说通过我们的确实点分析 我们的那个结果大概是翻了一倍 那虽然说那结果不算说特别好 但是事实上比我们随机猜测已经有很好的提升 更不要说原本在小于五十k这里 我们这个准确率从百分之七十多提升到百分之九十多了 是不是 那所以其实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这跟我均行回归 其实结果总体来说还算是ok 用最后两个表我们就用的比较少 就是说每一步当中我们有哪些方程那又进去 事实上就是一个系数检验的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订阅步 看到订阅步 就是说他的系数值分别是多少 这个表现用的比较多 后面那个表现用的比较少 然后的话对应的这么一个检验结果 看到P值都是小于0.05都通过显著性检验 那我们认为这个方程所有系数都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模型 就说这个没有包含进去哪些每一步过程当中哪些变量没有包括进去 所以就用的比较少啊 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表写出我们能够借实挺回归方程 写出我们能够借实挺回归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 就说因为字太多啊 因为没有收写版 就后面老师不一写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一下 就是说一加上一的0.01加上ESP 就是说自然底数啊 然后0.042乘以年龄 0.334乘以受教育程度 然后减去1.175 性别等于你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他表示为什么说要算一下这个方程词就是这个这一点 就说这里是一个分类变量 在前面来说我们看回前面这里看到没有 我们把性别等于女的编码为1 什么意思 哎在这里我们对啊 这个要认真的对啊 就说 就说假如性别等于1的 那他就减去1.175 假如性别等于0的话 那就乘以一个0 就是说没有这一线 那所以这就通过亚变量 把我们把通过亚变量的方式把分类型变量纳入到方程里面 就说假如是女性的话 那个方程下面就减去1.175 假如是男性的话 因为负的1.175乘以0 那所以不需要减 就是这么意思 然后加上0点 这个显示出来啊 没有没有没有看到 那所以呢 没有关系 我们双击他 哎 看到了 0.000317 哎 所以他因为三位小说之后 他没有显示出来 那没有关系 我们双击可以看到他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0.003乘以这个资产增强 然后888 然后加上0.01资产损失 再加上0.034 一周工作时间 再减去我们参数项 哎 根据这个表 我们就可以写出我们这个什么 我们这一根过去是挺回归方程啊 那对应的 PY等于1的 呃 就说S的PY等于1 呃 基于S条件下 Y等于0的这么一个条件概率 大家也可以用意见把它求出来 OK OK 那接下来呢 呃 对于这个呃 分类的一个任务啊 我们通常可以借助什么 借助分析节点来做出捆销矩阵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捆销矩阵啊 但是只是这个捆销矩阵在这里 看的不是很清晰 那事实上的话 我们可以在后面接入一个什么节点 分析节点 找到输出选线卡 找到分析节点 连上去 然后在这里选择重合矩阵 选择这一点 运行结果 OK 可以看到结果 就是说准确率 百分之八十二点二五 然后哎 我们具体的捆销矩阵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OK 那咱们关于logisting回归这部分 那就先到这里 然后呃 假如大家对这部分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就是说通过那个公众号留言 然后呢呃 关于logisting分析啊 因为其实他有很多的检验 所以的话很难在一节课这里 其实大家可能也很难记 那之后呢 浩宾老师可能会单独抽时间 对logisting回归 这么一个所有的检验 以及这些参数 这些系数啊 他的调整 单独会写一篇文章 那到时候会发布在公众号上面 以后呢 大家想要购买小白学数据挖掘 以及去学习SPS 摩托安一篇这本书呢 大家也可以上京东去搜索 OK 那本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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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